我觉得范长莉被双规 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我还是担心 范长莉就这么认了 当然 她不认还能怎么着 你这么肯定 范长莉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她老婆替她扛着 卢慧君又这样 靠他们自己的供述 这个案子就能结了 范长莉早晚会被遗交到我们手里的 这事你说了算是吧 行了行了别说了 相信纪委领导 相信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力度 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 是我也这么觉得 你觉得什么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到位 比如 比如佟飞的三十万 到底是什么人给这打的 还有当年改制方 大藏国际是什么样的背景 其实既然我们讨论过 五年前原水河改制那个投资项目 是多方合作 卢慧君和范长莉只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我 我们干嘛不能先绕过范长莉呢 行啊 别看货量平时不言不语的 心还真够细的啊 来来来拿过来 小本子我看看上面记得什么 我这都是直言骗语 您别看了 我好 还保密 行行行 捂着吧 别把脑子捂住就行 我觉得霍量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先绕开范长莉 从事情的缘起开始重新再来 好 我同意把范长莉先放的一遍 但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呢 这事是不是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大家有什么意见 华亮 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事 再说一遍 什么 那事 还是您说吧 你还挺羞涩 行行行我说 是这样啊 我和霍量呢 一致认为 我们可不可以和陈子明 不 陈先生 好好地合作一把 你们觉得呢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陈子明对南都集团的情况 确实十分了解 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但是这个人 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 为什么 怎么还问为什么呢 上次的情况 不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这样吧 你接种一下 我先和陈子明先生聊一聊 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同飞那边交给你 这样行吗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说什么来的 李大 李大 我觉得最好不要拉私人关系 公输公伴 有什么机会的吗 反正我觉得他们俩关系挺微妙 怎么微妙 那我哪知道 我知道还不如你多呢 你看你这个 来了 陈大记者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还好吧 还可以 我介绍一下 我们出的 小林 你好 林七 那个里边请 好 你说 里边请 你坐 我这办公室比较乱 陈大记者 我是叫你陈大记者好呢 还是叫你老陈显的亲切点 谢谢 反正 叫陈大记者 感觉有点傻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看你这个人 不乐意你就直说 你不说 那我以为你就很喜欢这个称呼 老陈 我们找你来呢 是想请你帮个忙 你怎么不问什么事呢 好像你事先就想到什么似的 是吧 大致知道你想说什么 自从上次那篇报道之后 我也反思了一下 觉得这种事不好太积极吧 你们知识分子 想法就是多 写写写 我积极点 一句话 就是想让你帮助我们的 你怎么会太归联系 我你的臣子 是不是 你这么深厚 我真的想在那个 都不帮そ 有点麻烦 不是 那你平安 帮助我们的 员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你 你就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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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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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蓝主任 好 谢谢 来 谢谢 老汪 今天就先不开什么会了 本来也没安排什么会 这几位呢 就专门负责 天安路销项目的 简单地向蓝主任做个汇报 好 老汪 不合适 去吧 老汪 我就开门见山了 曹总是我帮你物色的 我认为他是最佳的人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我们之前沟通的那样 天安路销的绝对控股权 是在你老王手上丢的 说句不好听的啊 那就是你的冤罪 这件事情啊 不管是技术上的失误 还是观念上被误导 这主要责任 还是应该由你这个董事长来承担 这没什么可说的 当然了 是领导 现在不想追究是谁的责任 领导们关心的是 事箭头如何才能重新拿回 天安路销的绝对控股权 老王 我话说的虽然重 但是我的心里和你是一样的 着急啊 领导 王总在吗 在会议室 怎么会啊 没有 是国资办的拦主人来了 在里面谈事情 老王 曹总能帮这个忙 怎么合作 什么方式 你问他 这我就不插手了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曹总的公司一直都是市里 乃至省里一些重大项目的战略合作方 公司的资金 那是不用说的了 人脉 口碑 那就更不用说了 蓝主任过奖了 我们这些民营投资机构 是一定要看政策面的 现在 可以和世间投资和大国企合作 那是我们的荣幸 老王 我希望 也不止是我希望了 也是市领导的决定 天安路销的事 刻不容缓 必须迅速解决 迅速地拿出一个方案 不能再拖下去了 老王 老弟啊 这事基本上定下来了 接下来做什么 等着呗 还等什么呀 天安路销是上市公司 定向增发股特务 这要公事吧 公事 那就说明这事还没定了 只要我们这些大股东没什么意见 这事就算定了 不是 老弟 你得给我说清楚 这事到最后怎么个手关法 我以前要跟你讲这些 你从来都不想听 怎么现在突然间有兴趣了 这段时间我跟老王接触了一下 觉得这事挺神的 和我以往做的任何生意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打算好好跟你学习学习 有什么神 我还不太懂这里面的机关妙处 有些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但是我 但是我说不出来 好 简单的跟你说吧 天安路销 他的第一大股东 是老王的世界的公司 是老王的世界的公司 这给你明白吧 嗯 但是 他并不绝对控股 占的股份没有到百分之五十一 对 那他作为第一大股东 一样可以控制整个天安路销 那并不一定 那要看其他股东的占股比例 你是说 你占的比老王还要多 表面上当然看不出来 你 占到百分之五十一了 我才不争这个呢 只要我比老王的占股比例高 那么一点点就OK了 你想当天安路销董事长 那你想干什么呀 管我干嘛 不是 南主任川的老王 给我增发股票 又是怎么个意思呢 老曹 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知道的 别别别 这事儿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真想学 想学啊 白笔记本了吗 来了 变邪式 赞科 好 丁老师 从哪儿讲起啊 你知道车够税吗 老陈 你这爷们儿 内心其实挺爷们儿的 怎么就在这件事情上 这么小心眼儿呢 我小心眼儿 有吗 有吗 太有了 那 你说说 我 怎么想 来 把这喝 喝完我告诉你 行吗 来 哎呀 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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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嗯 喜欢人家吗 那 他有几句骂 那 怎么呢 嗯 他不是在骂我 听我说 他是瞧不上我 你听我跟你说 他是在修理我 不是 你听不听我跟你说呀 啊 听不听啊 听 女人啊 撒娇 这都是常见的事 对不对 你能挡住人家的这个天性吗 老陈 你挡不住 是不是不能 所以你就游着人家去吧 哎 我还搞你女人骂男人 那是他们撒娇的最常见的手段 这个你懂吗 懂不懂 哎呀 你们这些读书人呢 真是不知道把书读到哪去了 知道什么叫打听骂俏吗 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打听骂俏 嗨 我跟你说啊 就你们的总写写诗什么 那叫生活吗 我告诉你 陈先生 生活 他必须是死缠烂打 打打骂骂 疯疯火火 这就是生活 这样你们这总写个诗 今天你给他写了一堆诗 明天他给你写一堆诗 你们俩翻来覆起 最后写了半天 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这叫生活吗 这是最美味的生活 是不是 来 为了你能开销 把这个喝了 来呀 把这个走一个 走了走了 喝了走一个 老陈 老陈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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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喝多少 三杯 这么小杯 行行行 别说了 他目前呀 没有生命危险 就是酒精过敏 导致的羞祸 也算他走运 要是再晚来十分钟 你连哭都来不及 不用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能给他家人打电话吗 好 打电话 啊 家 家人 我说你怎么回事 幽默也先给你行行酒啊 不是 他 这样吧 你去找护士 把他的基本信息 填写清楚 嗯 然后回来找我 我给他开单子 嗯 嗯 他得留言观察一段时间 留这儿了 嗯 去吧 留这儿了 哎 李大 李大怎么回事啊 酒精过敏了 哎 哎 不是 严重吗 哎 你别这样 这干嘛呀 不严重 能打120吗 不是 我是问现在 现在怎么样了 里边呢 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说的 但是呢 他得留这儿了 知道吗 喝了多少酒啊 这是 半 半斤都不到 半 他就不行了 出溜 躺那儿了 那怎么办 我着急给你打电话啊 这不是 你我一看来不及 120吧 就这样 哎呀 那么你跟他喝那么多 你是 他 他怎么 我把他叫来了 哎 你 怎么回事啊 不是 这 三个 这 这么点小杯 喝了 半斤 我 哎呀 陈子明他对酒精过敏 你别说喝酒了 他就是闻到酒味都能过敏 啊 那他 他自己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了 这 他 他主动 主动要喝呀 你这 那就是不要命了呗 那 哎 徐轩 我刚来让你办的事 你办吧 啊 对 对 对 哎 哎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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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送他回去 哦 我这是处理 好 不我 我不回 我回去干嘛呀 行了 那什么 我需要办理什么手去 你是患者教育方 哦 那个不是 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患者姓什么叫什么 工作单位多大年龄 社保卡等一系列信息 都得听写清楚 赶紧找护士办理 哦 行 这么点事得说几遍呀 喝酒的时候挺痛的 不是你真说 哎 哎 哎 行行行行行 你那你叫 你叫 不是说啊 我这个 我在这儿陪着 我得负责到你 我去 我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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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办啊 走走走走 走哈喽 那好了啊 好 快 这 哇 你 你 能说话吗 说话 唉 我要去 医生让你躺着 啊 我要上厕所 哦 给你准备这个小电器 哎 不用 那时候我我我我我去找 是大便还是小便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怎么样 下期什么了吗 跟李初喝酒 说你吧 自己不能喝酒不知道啊 不要命的 就是觉得有好的话要说 不喝酒就不说话了 说了几句 说什么了 没喝酒之前 一句都说不出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 赶紧喝点水吧 一说到关键时刻 就给打断 夏晴 你能原谅我吗 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个聊天的地方 休息吧 李初 他根本不了解情况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 我想讨好他 门都没有 哎呀 真对不起 应该我在这儿拍他 没什么 你久有点醒了 怎么样 又睡了 刚才说话呢 行 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拍 对不起啊 没事 反正你说了 你要负责到底 不看了 还是得你陪 你俩关系好啊 有得聊 我走了 行啊 床子够像的 真喝吗 或者是 我跟我说 没什么 干嘛 我说 什么 我说 什么 我说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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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需要 特别扎实的技术语据 没问题 可以让市区的人 再来做一次 谢谢啊 卢凯跟五年前南都改制 一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飞的三十万 给卢慧君通风报信 都证明了这一点 先不说这三十万 我们先说给卢慧君打电话 技术上的分析没有错 但是我们怎么去合理 怎么不合理 首先说这两个电话 第一个是在上午九点钟 第二个是在下午六点钟 这中间隔了九个小时 这九个小时 第一个电话是正常交流 第二个电话却以 故意打错的方式挂断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反复地听过这两个电话 语速快是一个特点 气喘吁吁 感觉有点着急的样子 从语言的内容上来看 也有点奇怪 哦 我做了一个记录 你看 首先 卢凯称呼卢慧君 哥 这个电话里除了哥这个称呼 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兄老弟呀 什么外号名字之类的 现在比较流行叫哥 但是如果这真是一个打错的电话 那他称呼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等你快一个小时了 等字 还有这个 夜场的球道可是不好定的 球道和定子 总结起来就是 按预定好的什么 在球道等你 按预定好的什么 在球道等你 典型的按预格式 按预定好的什么呢 一种联系方式 你是说卢凯和卢慧君之间 有预定好的联络方式 没错 只能这么解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卢凯知道了 卢慧君已经被我们监控 而且他得到这个消息 是在他两次跟卢慧君通电话之间 也就是在那九个小时之内 他是怎么确认的呢 嗯 这个无法判断 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 这个人的行为就不合逻辑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还什么都不知道 隔了不到十个小时 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反侦查高手 令人无法信服 你怀疑技术分析的可靠性 我不怀疑技术分析的可靠性 但是我更相信 人的行为逻辑的可靠性 还有动机的合理性 现在我们无法确定 卢凯的动机是什么 即使他参与了五年前 南都改制的弊案 我们也无法确定他的动机 他又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一定是台前 那幕后呢 这个不好说 哦 对了 我有那家高尔夫球场的电话 要不要查一下 嗯 哪个 就是那个打错的电话 是从高尔夫球场 打给陆辉军的 查什么 我怀疑他们还通了 另外一个电话 也正是因为这个电话 卢慧君滞留在香港 没有如期返回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我们监控之外的电话 没错 只要卢慧君 用一个不被我们监控的电话 给卢凯回拨过去 那他们的通话完全自由 不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先了解一下再说 好的 喂 我在路上呢 一会儿咱俩见一面 在健身房间 不是案子上的事 别呀 你叫外人 我跟你说的事就不好说了 那就说好了 咱俩就在健身房间 我等你啊 请问一下 来点好业 好 谢谢 谢谢 您好 您好 我是警察室检察院的 想找一下您保安部 您稍等 十三号下午六点左右 前台那个探讨 您看是不是这个 对 就是这段 麻烦你 帮我烤一下行吗 好 您稍等 好 吃 盒烈 今天吃的什么疯了 邀我来健身 我有事跟你说 说 医院的事怎么样了 一提这事我就来气 你别提那李大康有多不着调了 他非来人陈子明喝酒 人陈子明不能喝酒 酒精过敏 你说能有什么好结果 休克 差点出了人命 我跟夏清赶到医院的时候 李大康那舌头还缓着呢 他自己喝舒坦了 人家陈子明躺在医院的救护室里边 李大康特别不好意思 夏清怎么说的 夏清倒是什么也没说 但是夏清月儿什么都不说 李大康月儿不好意思 我越来越觉得夏清有点深邃 深邃 什么意思 深邃就是深邃的意思呗 我不这么觉得 那你怎么觉得 觉得什么 夏清啊 霍亮 你找我来这儿 就跟我说深不深邃什么意思是吗 你看啊 你这么说啊 深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深且琢磨不透 对不对 夏清这个人其实挺透彻的 当然我们女人和女人之间那个默契 你们男同包容无法体会的 但是我敢保证 夏清这个人绝不深邃 也许女人和女人之间不触碰深刻问题 所以写不出深邃 你说我没心没肺是吧 我哪敢啊 霍亮 我倒是觉得你越来越深邃了 而且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啊 我上回跟你说我那大学同学怎么样 介绍一下 又来了 你别没数了 郑老八经大公司白领 身材好长得又漂亮 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玩一块吃饭 吃饭 我求你了啊 我跟你说点事你怎么老打叉呀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我怎么听了半天我没听明白呢 那是你没认真听 夏清 深邃 就这些 当然不止这些了 后来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老头了呢 晒着太阳不醒不慢 一直到太阳偏熄了 你说的还是刚开始那点破事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了 关于案件的事 案子 你还记得那个卢凯吗 记得呀 就是开路虎的那个 怎么了 我觉得他有重大嫌疑 这事你跟夏清说了吗 大致吧 大致是什么意思呀 我刚拿到的还没跟他说呢 不是你不去跟夏清说 你跑过来先跟我说干嘛呀 我是觉得 夏清在卢凯的问题上 有点犹豫 或者说是有点 有什么话你说明白点 大致是5000人的